國際討估電IHOPE和回家運動 在9月19-22日的會集、聚會中 歷史性會聚 成就多年前IHOPE領袖的先知預言 原來我們是在執行IHOPE的35年前 麥彼供的聖誡旅程 原來在30多年前 有個先知跟麥彼供說 會有Asia 特別是華人 會來到Kansas City 會跟神正在做的事有一個結合 還有聖誡旅程 看到很多中國人在田裡帶著 不開的電視 但其實我們現在就是智能手機 就是手機 原來我們是在執行他的聖誡旅程 麥彼供的心就是很開放 原來你們來滿足聖誡旅程 第二個我們是在執行的 其實IHOPE需要一個架 他們是十九年 很老苦、很努力、很專注 在末後的動作、祈禱運動中 投入了很多 但去到那個時候 他們已經很疲乏 很多攻擊、很多爭錢 而且很多年輕人覺得很孤單 那些領袖也覺得很孤單 原來他們是需要一個家庭 第三就是以實馬里和以實的後代 其實這就是一個結束的情況 所以其實他們也是一個結束的 他們也很想看到這件事發生 所以這幾件事 和這個會聚就爆了 其實這個旅程影響台灣 影響中國、中國、香港、整個華人世界 就是這個我們叫家人同行的旅程 他們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影響 就是我們對於末世的緊急 他給了我們 我們對他的影響就是 他們開始爸爸媽媽的心會主意 以內的心會主意 我自己看到在將來 會有很多華人會去哀嚇那裡受訓 而他們也有一個家為我們預備 邀請你來like或者follow 國道復興部的Facebook專頁 讓我們為了神的國道 隨時隨地討告守望 謝謝大家